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党的二十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动员令 新城开启 永逸笃行 吉林全省上下坚决扛起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 以务实行动实干成效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精彩篇章 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振兴发展奋斗在即专栏 聚焦全省各地各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统筹做好各项工作的举措 营造振兴发展的良好氛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近年来吉林省围绕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深化区域协同 推进优势互补 以产业促链条 以平台具资源 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 推动配套 产能 排产 结算 人才 创新 六个回归 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眼下在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 一条条智能化子五线轮胎生产线正在稳定运行 作为长春国际汽车城落位的首个六个回归重大项目 从清约到开工仅有121天 如今17年产120万条全钢子五线轮胎项目已经投产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全面数字化 智能化 绿色化的世界级制造工厂 落户吉林省以后可以完善吉林省的整个汽车产业链 可以有效地缩达配套半径 可以实现50公里内流边的发货 来完善生产供应链体系 以一气位中心辐射东北三省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未来五年 吉林省在全面实施 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下 加快固件现代产业体系 坚持以发展六星产业为方向 以建设四星设施为重点 推动产业高级化 根据吉林省十四五规划 到2025年 吉林省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达到70% 汽车产业规模突破万亿级 目前 不仅吸引来了一气伏迪动力电池项目 玲珑轮胎 负赛汽车电子等项目 也让远在江苏的华凯比克西公司 加快了进群的步伐 现在 落户四平的吉林华凯比克西限数公司 已经开始为一气解放 G6G7车型生产整车限数 今年计划完成产值目标3000万元 我们讲项目从江苏带到四平落户 就是看重四平到长春运输半径小 方便供货 减少供货周期 为一气配套的零部件企业 许多位于江浙户一带 借此契机 四平市经开区 积极与长春契开区解放项目服务局 一气解放对接 争取借助省委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引领 引进更多的零部件企业 入驻汽车产业员 站在新起点 在六个回归的带动下 长春市计划三年内 全力建成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 坐墙 红旗 解放 奔腾 大众 丰田 奥迪六大整车厂 一元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超500户 打造100公里 最佳集群配套半径 奥迪PP项目正式开工 这是标志我们六大整车时代的来年 因为整车它具有龙头银领 带动作用 只有整车数量多 整车的带动能力强 集群对下游发展才会更加有利 我们下游过就是要把断链接上 把弱链补强 把强链作用 我们必须引领创新的潮头 才能使我们这个产业集群 永保青春 永保竞争力 眼下吉林营商环境优 人才政策时 科技创新强 产业发展望 排产 产能 配套 结算 人才 创新 不断聚荣回归 继续推动未来发展的澎湃动能 奋进新时代 吉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阴阴嘱托 出力奋发 勇意前行 以实际行动推动全面振兴 不断取得新突破 大道如底 奋斗如歌 奋斗中的吉林始终坚持 稳中求进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实施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加快发展六新产业 建设四新设施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前进路上的吉林人正争作新时代的奋斗者 追梦人 实干家 锚定目标 步履不错 逐梦新城 在振兴发展舞台上坚定信心 在新时代广阔赛道上奋力奔跑 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连日来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各种形式 学习宣讲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集聚起万众一心团结奋斗 戳力奋发振兴吉林的磅礴力量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日前举行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报告会 即第十七金马工程培训班集中学习 邀请团中央党的二十大讲师团成员张超凡 围绕深刻学习领会过去五年的工作 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等内容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青年强则国家强 老纪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话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怀抱梦想 脚踏实地 敢做敢为 做 有理想 勇担当 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我们要进一步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 同时将这次的培训活动 和报告会的宣讲 在同学中间进行热议 让同学们能够更深入地体会到 二十大精神 在我们实践中 在我们教学中 在我们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在白山市浑江区城南街道 社区党员干部与居民 共同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退休老党员张立平 结合基层党建工作经历 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 增进民生福祉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和三建大事等关键词 进行了深入解读 白山市浑江区 还将组织直通机关理论讲堂 和直通网络实施讲堂 等七个大讲堂 全面加深 基层广大干部群众 对报告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依托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3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4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和齐道江会议纪念馆等阵地 组建由33名志愿者 组成的宣讲队伍 开设七大讲堂 真正让二十大精神 为百姓带来正能量 吉林省坚持把菜篮子文产保产 摆在突出位置 有序推进蓬勒经济高质量发展 入冬以来 各地积极鼓励扶持 反季节蔬菜种植 让农户变冬咸为冬芒 一栋栋温氏大棚内 满眼心绿生机无限 走进位于浑春市三家 在满足乡东港子村的 浑春华瑞深夜蔬菜基地 温氏大棚 一行行白菜 苏子叶 芹菜 战绿土翠 咱们家现在是174种大棚 都是温氏大棚 白菜和芹菜 应该在春节之前上市 像这一个棚的白菜 应该出在1万斤左右 我估计准备也达到 1块5毛钱一斤吧 就照往年还是高 还是比较满意的 商聊市辽北街城镇村 蔬菜种植户叶伟珍 今年冬季 共种植了500平方米的 芹菜 红丁等蓬膜蔬菜 涨势喜人 希望今年能获得大丰收吧 价钱好点 在相关部门的扶持下 今年辽北街 共有33户农民 发展大棚蔬菜种植 总面积3万2千平方米 预计蔬菜产量达830多吨 这几天 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龙头村的 果树种植基地里 草莓迎来成熟季 吸引了附近市民前来采摘 没想到12月份草莓就下来了 来今天采摘挺好的 口感挺甜的 当地把发展草莓种植 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鼓励农户发展草莓种植 并在资金 技术 土地等方面 给予扶持 提高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预计产量可以达到2万4万5千斤 咱们一共是种植了5亩地左右 大概收益能在20万左右 今年通化市大力发展 棚模温室果树种植 在温室承包 品种选择 种植技术帮扶等方面 实行责任跟踪制度 并选派技术人员 定期到农户家中进行指导 目前通化市冬季棚模种植品种 已经发展到20多种 果树种植面积达到1千多亩 预计可实现产值超过2千万元 第三届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会 将于12月14号开幕 目前承办本次比赛雪上项目的 长春莲花山滑雪场 和静岳台岸越野滑雪场 各项相关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在长春莲花山滑雪场赛区的 各条赛道中 塑形难度最大的 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赛道 目前该区已经完工 来自我国的运动员 已开始了适应场地的训练 空中跃场地 现在也可以正常训练 高山场地 等待这个采化 采化结束了就可以 本次运动会 长春莲花山滑雪场 承办的高山滑雪项目 单板滑雪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三个项目 莲花山滑雪场 先建有初中高级滑雪道 共11条 全长6360米 总面积147040平方米 承办第三届 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会 对莲花山的文旅产业发展 是一个推动 这些年多次承办 空中技巧世界杯项目 一批世界冠军 也多次来这边比赛训练 金月潭越野滑雪场 承办本次运动会的 越野滑雪项目 按照组委会要求 滑雪场已规划 并铺设了五公里的越野赛道 同时将瓦萨博物馆 作为赛时综合服务区 比赛设计场地场所 均实施闭黄管理 目前整个越野滑雪的雪道 已经修建完成 还差亚远机压制雪槽 以及安全网海绵店的修建 为小运动员们提供 专业安全的比赛场地 近年来 吉林省在大力发展 冰雪运动 冰雪旅游的同时 充分发挥科技优势 冰雪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力 以冰雪装备之气 立冰雪运动之势 今天的爱上吉林 来认识与冰结缘的王阳 曾经是一名短道速滑 运动员的他 退役后延续着自己的冰雪梦 成为了一名冰鞋将 并做出了中国人自己的 高端冰鞋 接下来一起倾听他的故事 在短道速滑的赛场上 每一个运动员都渴望着 在弯道进行超越 这不仅是速度与技巧的 完美结合 更是一种力量和信念 作为一名曾经持场 在冰场上的运动员 这些早已融入到了 我的血液里 我叫王阳 地体道道的长春人 要说咱东北人 对冰雪的亲近感 与生俱来 七岁那年 我就上冰 十一岁开始 学习短道速滑 获得过全国青少年 比赛的冠军 后来成为一名 职业运动员 2006年 因为上病 我选择了退役 说起运动生涯 没能参加上冬奥会 绝对是让我感到 最遗憾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也让我耿耿于怀 那就是一直没有一双 舒适的冰鞋 这是一款欧洲人的鞋楦 你看它垂直线 脚是向外偏的 因为对谷歌结构有关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 就看明显有差异了 它的垂直线是垂直 垂直下来的 总觉得鞋这块 影响我们发挥了 那个时候 国内条件有限 只有在国家队的时候 才能踩到脚膜冰鞋 退役后 我去兰州 做了一名轮华教练 但心中做冰鞋的念头 一直挥散不去 也一直动手研究 边学边干 2007年 我做出了第一双 纯手工冰鞋 那个时候 第一双就觉得 特别完美 初步尝试成功以后 我就觉得 这个可以做下去了 下了这个决定之后 我第一时间 就从兰州返回了长春 在我心里 这儿才是我 最理想创业的起点 整个吉林省 滑冰滑雪的这个氛围 肯定是数一数二的 然后再加上吉林省 一些其他的配套产品 比如说碳纤维 还有一些高科技材料 包括我们有益器 这些基础材料 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 很好的一些契合点 于是 在长城市南关区 涌发胡同 5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我开始了创业之旅 曾经的运动生涯 也让我更加了解 运动员的需求 2014年索期冬奥会上 速度滑冰1000米冠军张宏 实现了中国速度滑冰金牌0的突破 踏荡实穿的冰鞋 就是我亲手制作的 一下子就让全国运动员 全知道我们这品牌了 然后所有运动员都来尝试实穿 就这样 我的小作坊 慢慢变成了企业 员工从最初的 只有我父母两个人 变成了近30人 可做鞋咱在行 经营企业却是头一回 面对一片大好的市场前景 企业又想再次壮大 这厂房一下就成为了瓶颈 就在我最范畴的时候 长州市经济开发区 新龙山镇政府找到了我 免费为企业提供了厂房 而且由于我们是冰雪装备制造企业 针对实际情况 还给我们量身打造了扶持政策 给我们使用的是2000平 半年我们已经把2000平堆满了 然后我们就在解决 哇这2000平 现在已经用不下了怎么办 然后新龙山政府 那没问题 我们再给你个3000平 而且不但3000平 他说我们这个楼 一共是五六千平 你需要的话 可以逐步地往上扩 眼下企业除了高端手工定制冰鞋外 同时还有量产产品 年产值超过5000万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 让冰雪运动更加火了 同时吉林省大力发展冰雪装备制造业 更是给了我们发展壮大的信心 我认为啊 就是咱们吉林省不但以后 这个冰雪产业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而且会有一些 进军国际市场这种高精端的装备会涌现出来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阴山 冰雪产业更是前景无限 随着这几年吉林省华冶市场的火爆 眼下企业正着手进军雪局市场 已经进入最后的检验测试阶段 希望离开赛场的我 在冰雪装备制造业这个新赛道 再来一次弯道超越 我是王阳 这是我的故事 希望能给你一个爱上吉林的理由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2月8号 新华社半月谈刊发报道 让人才愿意来东北 这个城市做了什么 关注了长春市通过人才工作组合权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热情的生动实践 12月10号 新华社客户端刊发 吉林魂春 今年前11月 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增长 与五成的新闻 12月11号 新华网报道了 2022年吉林省科学技术奖揭晓的消息 吉林农业大学李毅院士 获得特殊贡献奖 12月9号的中新网 聚焦了我省的汽车产业发展 报道说 近两年吉林省二手车出口大幅增长 今年以来 出口额较去年增长229倍 展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12月11号 经济日报以冬日油热度上升为题 报道了我省殷势力导 发挥市场力量 新城乡村油的吉祥品牌效应 涌现出一批热门户外景点景区 科学防护从我做起 很多老年朋友对接种新冠疫苗 仍然心存疑虑 担心年纪大了体质弱 接种疫苗后会出现不良反应 下面来听 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专家的建议 专家介绍 老年人常伴有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慢足肺等慢性基础疾病 免疫力相对较弱 如果感染新冠病毒 发展为重症 危重症 甚至死亡的风险较大 因此老年人应尽早接种新冠疫苗 专家表示老年人在接种新冠疫苗前 一定要将自己的身体和疾病情况 告知预检登记的医务人员 由医务人员评估能否接种 比如说第一年龄特别大 再一个就是它是否有基础病 比如说有慢足肺 有肺部的疾病 或者是它会有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就这样的基础病 打了疫苗之后 我们要注意它 如果要处于疾病的稳定期 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症状的话 是可以考虑这个疫苗的接种 专家提示 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后 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 比如接种部位局部出现疼痛 红韵 硬结或身体乏力等 通常不需要特殊处理 可自行恢复 如果出现持续发热 或者原有的基础疾病加重等 明显不适的症状 应立即就医 居家隔离治疗期间 应准备哪些用品 如何准备并使用常用药 我们来听 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 专家的建议 专家提示 符合居家隔离治疗条件的人 在居家期间 可以准备一些退热药 感冒药 止咳药和化痰药 但要注意的是 这些药物都不能预防疾病 只能缓解症状 在没有症状时 切不可盲目服药 新冠病毒本身目前是没有预防的药物 大家不要为了预防 吃一些药物 这个可能有些 可能用的不但 会对身体有害的 只要出现症状的时候 我们采取一个 对症治疗的药物就足够了 此外 居家隔离治疗 需要准备好体温剂 口罩和纸巾 有一个体温剂 因为来检测 我们只不出现发热的症状 如果我们没有不舒服的话 我们就早晚检测 如果要是真实觉得有一些 发烂感或者不舒服的情况 我们可以随时测一下体温 再一个就是要准备口罩 我们可能出自己单人居住的房间的时候 要戴好口罩去上卫生间 假如有呼吸道症状 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 尽量用纸巾捂住口鼻 或用肘壁遮挡等减少病毒污染室内空间 此外 家里可以准备常用的消毒剂 按照说明书安全配比使用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如何在不同场景做好个人防护 来看吉林省疾控中心的提示 出门前应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时 暂缓上班上学 出门佩戴好口罩 并随身戴上备用口罩 免洗手消毒液备用 通勤途中应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尽量选择步行或开私家车等通勤方式 等候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 尽量与其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减少与他人交谈 优先采用扫码购票或付费 手触摸扶手 把手 按钮等部位后 误触碰眼口鼻 及时清洁双手或使用免洗手消毒液 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时 开窗通风 工作场所自觉接受体温测量 和健康码查验 在单位公共区域活动 或办公室内人员较多时 要佩戴口罩 办公场所尽量多使用自然通风 日常保持办公场所环境清洁 减少面对面交流 尽量线上沟通 在单位餐厅就餐时 尽量错峰就餐 避免扎堆 尽量选择通风较好的位置就坐 倡导使用公快公勺 防止交叉污染 外出就餐 尽量使用电子支付方式结账 外卖尽量无接触拿取 吉林省卫生县康委今天通报 12月10日零至24时 全省报告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107例 12月10日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6例 12月10日零至24时 全省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676例 继续来看新闻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月9号 中国一汽红旗系列乘用车的 研发和应用项目 荣获第二十届全国质量奖 卓越项目奖 该奖项是对应用先进质量 管理方法的重点工程 重大高科技项目授予的 中国质量界最高奖项 中国一汽红旗品牌 在畅想中国式新高尚精致主义品牌理念 努力打造中国乘用车自主品牌标杆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亮点突出 得到中国质量协会 卓越项目奖评审组的高度认可 12月8号 今天化纤12000吨碳纤维副材项目 又一条碳化线开车投产 这也是时隔20天投产的第二条碳化线 项目建设过程中 汲取前一条碳化线的安装调试经验 实现了碳化生产线平稳运行 今年末 该项目还将有一条碳化线投产 预计到2023年初 12000吨碳纤维副材项目四条碳化线 将全部投产释放产能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 确定了第四批200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和第二批98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厢名单 其中吉林省六村三镇厢入选 至此吉林省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厢数量增加到45个 近日汪清市民刘先生 在天桥岭丫河畔散步时 发现一只野生动物在水中游来游去 他用手机拍下了视频 经过专家鉴定 这是一只野生水雕 视频显示 水雕在水面上悠闲地游动 一会儿潜入水底 一会儿游出水面 嘴里还雕着一条河鱼 据了解 野生水雕主要栖息在浸淡水的地区 在国内数量不多 在天桥岭嘎亚河拍摄到 野生水雕栖栖息捕鱼的画面 上述首次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 通鱼县三一风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一览风电装备制造企业的风采 感受吉林工业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